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世界之罪频道,每个星期给你说一些世界之罪 爱阅读的孩子通常都不太坏,不过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书却被吓了诅咒 而且拥有这些书本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有哪几本书是你不应该胖的 在开始前,先请您帮个忙为频道点个关注,小本经营生活苦 完成了吗?那我们出发吧 这本书背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里面的内容太过荒诞离奇 甚至还夹带住几分恐怖 西式魔鬼路,Compendium Rerisumum 西式魔鬼路描绘了各种长相奇葩的生物 是一本混合了德语和拉丁语的手写笔记 当中还包含了31张魔鬼和魔鬼仆人们的奇幻彩色插图 以及三页关于魔法、神秘宗教仪式和各种象征符号 这本书的具体作者来历不明,书中简介上的字迹模糊不清 大概的意思是,一本罕见的,由魔法大师变著的神奇之书 研究学者认为,西式魔鬼路大约在1775年完成编制 这是处于充满宗教符号的时代 所以,在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可能是想要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宗教怪物 来对信徒灌输迷信与恐惧 这本书被说是一本黑魔法的入门书 书中的内容包罗万象,学习黑魔法的准备与步骤 学习黑魔法的注意事项,法器与咒语,祈祷的时间等等 所罗门之药 所罗门的小钥匙,这两本书籍是中世纪魔法书里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不过,在1559年,教宗保禄四世已经勒令把这本书作为禁书焚烧 但越是禁止越出名,越焚烧版本越多 最早的版本出现在14至15世纪的拉丁语版 大多数现存的出版日期标注时间大约是在16世纪末 17和18世纪,根据其他的魔法书记载 所罗门王为了要拥有更多的力量 就以自己的灵魂作为回报,跟魔王巴黎定立契约 所罗门在位时,把自己召唤恶魔的咒纹都分别记录在 所罗门之药和所罗门的小钥匙 然后并封存在瓶子中 当他有需要利用恶魔的时候,就会打开瓶子召唤恶魔 但是所罗门王死后,巴比伦人入侵 他们看到封印恶魔的瓶子时,以为是宝物,便打开瓶子 于是这些恶魔就被释放了出来,逃到了人间 而恶魔们的数量就有72个 这本书被认为自中世纪时期至目前为止最危险的魔法书之一 因为它有许多召唤恶魔和亡灵的咒语 是一本拥有巨大魔力的魔法书 大魔法书The Grand Green War 相传,大魔法书的作者名为霍诺里厄斯·迪比斯 不过他却声称这本书是自己的身体被撒旦占据后 由撒旦亲自撰写的一本书 在早期,大魔法书的原名不叫大魔法书 因为名字中Grimore源自于古法语中的单词Grammar 而这词的意思为基本原理书 只不过后来语言的流通和发展 最终才被发现原来这本书跟神秘学有关联 大魔法书的原文是用西伯来语和亚拉姆语所写 整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 其中包含有极为危险的魔法咒语 因为书中记载了如何召唤恶魔和驾驭他们的方法 以及记载教会与撒旦斗争过程 还有神职人员如何被恶魔慢慢侵蚀的细节等等 如此危险的一本书如今身在何处 据说,大魔法书原版手抄本曾于19世纪时 在法国殖民地中广为流传 如今在加勒比海地区依旧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原版内容 其中的魔法咒语更是在海地被广泛使用 这是一本以拉丁文写成的神秘书籍 内容包含魔法及炼金术等神秘学课题 虽然这本书被发现至今已经有几个世纪 但都还未有人成功解读书中的内容 索亚之书《Book of Soiga》 这本书基本上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而书的副本是由16世纪著名学者 兼时任英女王伊丽莎白伊氏的顾问约翰·底伊所发现 书上似乎都是一些繁琐的符号 以及人们根本就不能够理解的图片 约翰·底伊得到这本书的副本后 对他非常感兴趣 只可惜无论他怎么去研究和解读 根本无法理解书中真实的内涵 他甚至在去世前都还未成功解开书中的谜团 在约翰·底伊去世后 此书一度失踪了500多年 直到1994年书的手稿再次被人们发现 躺在大英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图书馆 因为索亚之书有太多未解开的谜团 所以很多人就会把它联想成外星人的遗书 但是考古学家却认为 这书跟外星人没有太大的关联 并认为索亚之书当中的符号 可能只是古代人表现自己内心想法的符号而已 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中世纪手抄本 这本书相当有分量 全书重量有75公斤左右 书本的封面是用木装定而成 封面还包覆着皮革和金属做装饰 魔鬼圣经 Codex Gigas 魔鬼圣经在1229年成书于波西米亚地区的一所本赌会修道院内 该修道院在15世纪被摧毁后 被转存到各地不同的地方 1594年也曾被当作礼物献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鲁道夫二世 直到1648年 30年战争结束时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收藏品被瑞典军喜切一空 魔鬼圣经成了瑞典军的战利品之一 而被带回斯德哥摩尔 在这之后的300多年中 这本书一直被存放在瑞典皇家图书馆 魔鬼圣经都是用拉丁语抄路 内容包括旧约与新约在内的全本圣经 塞维尔大教主圣伊西多尔所著的百科全书词源 波西米尔编年史 犹太古史 中世纪生理学文章 药房 修道院修士的名单 魔法咒语 驱魔仪式等内容丰富 是一部百科全书性质的手稿 传说 一名中世纪僧侣因为打破出家誓言而必须活埋处死 为了避免受罚 他承诺要在一夜之间写出一本书 只可惜午夜降临时 他却无法完成 情急之下 便向撒旦求助 以提供自己的灵魂为代价换取完成这本书 后来魔鬼同意了这个交易 在魔鬼的帮助下 他很快就将书籍抄写完毕 魔鬼还将自己的画像加在书中 以展示撒旦的力量 由于魔鬼的能量一直侵蚀住书本身和书的拥有者 因此印有魔鬼画像的书页 有一股如同被火烤焦般的痕迹 传说 这本神秘的魔法书非常危险 但凡了解过这本书的人 最后都不得善终 要么离奇去世 要么就是疯了 所以两度被政府列为禁书 死灵之书 Necronomicon 死灵之书也被人称为魔鬼的叫声 据了解 这本书的真实出现时间是公元730年 是由一名疯子诗人所写 最离奇的是 当他写完这本书后 却在光天化日之下 把这本书撕碎 然后就消失了 不过这本书最后还是被保存了下来 而且还成为了当时的神秘学研究者 和炼金术士是做宝贵的读物 传说这本书不仅记载了各种古老的历史 还有一些神秘的魔法咒语 在那个时代 还有人通过研究这本书来寻找召唤远古神灵 可以见得 这本书神秘且迷人 不过却极度危险 因为只要有人动了进一步窥探书中奥秘的想法 都会变得疯疯癫癫 后来的学者解释 出现精神异常的原因 是可能人类的大脑无法承受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因为如此 在公元1050年 君士坦丁堡的大牧师米海尔 就将这本书列为禁书 并下令没收所有的民间超本后全部焚烧 不过也火烧不尽 这本书的内容被不少的神秘学研究者通过手抄 传阅 私藏下保存了下来 直到公元1232年 此书内容直接威胁到天主教 被教皇哥里高丽九世再次列为禁书 人们可以通过这本书学习各种魔法 但是任何拥有这本书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 那就是被恶灵缠上并带来厄运 法师阿布拉梅林的神圣魔法书 The Book of the Sacred Magic of Abermelan the Mage 法师阿布拉梅林的神圣魔法书 主要讲述作者去埃及时 遇到一位名为阿布拉梅林的魔法师 阿布拉梅林把一些重要的魔法秘密告诉了作者 然后作者就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 里面的内容提及了如何能够把死去的人复活 召唤灵魂或财富 让自己隐形 呼风唤雨和在空中或水中行走 作者也在书中说到 他相信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恶魔 所以他也会教读者如何召唤和控制内心的恶魔 这本书原本只是一本15世纪手写的手稿 直到1900年才被翻译成英文版本 自从这本书被翻译后 就有许多传说指这是一本被诅咒的书 不要以为只有欧洲国家才有魔法书 其实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神奇的文学作品 一些蕴含占星 术术 预言等威胁到统治者意志和皇权的书籍 都会被列为禁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接下来三本被誉为旷世奇书的书籍 为什么会被列为禁书吧 第一本 鲁班书 鲁班是春秋末夜著名的工匠家 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 比如橘子 木斗 蛆齿 云梯等等 也被后世尊称为中国工匠祖师爷 不过 谁会想到这位德高望重名人 写了一本令人闻风丧胆的著作 据说 要修炼鲁班书中的鲁班书 就必须在关 寡 毒 残中任选一项 才能开始进行修炼 换句话说 如果要修炼鲁班书的叔叔 要么就是无后 要么就是亲戚朋友遭殃 要么就是自己残疾 所以很多人在看到鲁班书第一页的这几个字 就没人敢学了 鲁班书也被后世称为邪书 民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得罪谁也不要得罪木匠 他真有那么可怕吗 这本书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包含了一些跟木匠有关的建造技术知识 但是下册的内容比较奇怪 比如说 记载了什么九龙化骨水 上梁驱邪及各种咒语 民间有一个传说 从前有一个大户人家 请来木匠帮他们修建房间 期间发生了误会 于是木匠偷偷在建房时 在房梁上动了一点手脚 之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这户人家突然家到中末 后来他们就想给儿子结婚 来冲冲洗 于是再找来这位木匠 这时候误会才被解开了 木匠就破除了房梁上的手脚 神奇的是 自此之后 这户人家的家境 又慢慢的好转起来了 接下来说的这本书 据说 学会了书中的这些秘籍 可以改天换地 不过 不是所有人能够看得懂 这本教人如何驾驭天 地 人的书 相传奇末汉初的张良 就是靠着这本书帮助刘邦打下了江山 奇门遁甲 奇门遁甲是天下第一大秘书 是《易经》中最高级别的预测学 因此也被称为《帝王之术》 它没有真正的作者 而是一本有很多古代伟大学者共同研究的成果 内部包含天文学 谋略学 哲学等知识 所以 奇门遁甲是中国古代人民在跟大自然斗争时 经过长期观察 反复验证 总结出来的一本珍贵的文化遗产 也有人认为 奇门遁甲是修行和寻求真理的秘书 以及是一本作为军事上排兵布阵的书籍 民间流传一句话 学会奇门遁 来人不用问 这本书基本上可以应用于婚恋 工作 事业 风水 财运的预测 调理 化解和运筹等诸多方面 传闻 皇帝 江太公 张良 诸葛亮 刘伯温等高人都运用这本书的秘书来应用于战争上 而且往往都百战百胜 无往不利 因为这本书带有迷惑性 而且还能预测未来 所以这本书便被归类为禁书 唐朝十七民风开放 思想也比较开明 但是自从唐朝之后 这一本出自唐代的书籍 却被历代皇帝列为禁书 任何人都不得在民间传阅 这究竟是什么书 推背图 推背图相传是唐朝贞观年间 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天文学家李淳峰 像是袁天罡推算大唐契乐而作 书名推背图是根据最后卦象 第六十项中的颂约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而名 推背图共有六十幅图像 每一幅图像下面附有称宇和颂约律师一手 预言了从唐朝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 他创作严谨 思维甚密 应验程度 据说还超越西方国家的大预言家 莫查丹玛斯的《诸世纪》 推背图面世之初并没有得到重视 但经过多年的见证 上面所写的口诀 竟与真实历史有八分切合 所以导致历代的统治者胆战心惊 所以一直讲这本书列为禁书 如果有人私藏 不但会被没收 还得入狱接受言行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这些具有神秘力量的书籍呢 如果你认为真有奇书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世界之最 赶快按下订阅按钮 并按赞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吧 我们下期见